KKBOX 大家好 我是Stabby 鄧麗恩 其實我覺得時間都是一個緣分 剛剛在去年就是我出道20周年 其實我之前一直都有想 如果假設真的有可能開一個演唱會 會不會在20周年的時候做呢 但去年好像時機不是很成熟 還有一些COVID的預測 到今年就覺得好像是一個很好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歌迷也是每次看到我都會追債地追我 什麼時候開啊 什麼時候會有啊 好像要有個交代給他們 不僅僅說交代 其實我自己都很掛著舞台 之前有做過牽制嘉賓之後 大家的迴響也有速動我上舞台的心 所以剛巧所有的加加賣賣就變成 我覺得今年是一個好像挺好的時間 去完成這個短期之內的一個心願 有什麼想跟他們說 第一就是我終於都還到東西給你們了 等了那麼久 其實我自己想回頭都覺得有點慚愧 真的等了我十六年了 這十六年發生了很多事情 大家都成長了 我的粉絲可能在讀書 到現在出來工作 甚至結婚生小朋友 經歷了很多很多 不要說我帶什麼給大家 或者我跟大家說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分享 而是大家的一個對話 最大的分別是以前很多時候 都會是比較向外 以前是好像我去演繹一件事 譬如每一首歌 我是會去演繹一首歌 一個角色我會演繹一個角色 現在我是會把歌 或者角色擺到自己裡 就是拿出來和擺進來的分別 現在是比較自己的 我比較了解了自己 可能大家看我都是那個Staffy 都是一樣沒有變過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的內在那個 那個蛻變或者那個變化是哪裡 另外一樣沒有變 就是我覺得我心態沒有什麼變 就是我對於我喜愛的東西 我去做每一件事的那個目的 或者我的初心 我其實現在有開始練習自己的歌 我自己都有一些練習的時候 都在尋找那種感覺 因為我再唱的時候 我覺得跟以前是 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非常之不同 但是因為正正那些歌 可能是說 比較年輕的時候的愛情 比較少女心一些 那我怎樣去拿一個平衡呢 就是我現在的我 怎樣去演繹當初的那種 那種害羞 那種簡單的感覺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個過程 就好像等於你叫我 現在演一個以前的角色 去做那場戲 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歌就可以 我也挺期待的 我相信樂迷聽到 因為其實相對地 因為樂迷當初聽這首歌的時候 他們這麼小 但是這一刻其實他們都長大了 就是不單止說我們演員 或者歌手 是經常都調換角色 其實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那你怎樣去調配 其實你不會想到 你不會說這一刻我是媽媽 我就要做什麼 我是別人的女兒 我就要做什麼 你不會突然想到什麼 其實我覺得演員也是這樣的 我自己也是這樣的 我找到我最舒服 和我最真實的自己 其實我可以去做任何事情 因為你喜歡那件事 你就會很直接地 很用你的真誠心去做 那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我最喜歡放假的時候 其實都喜歡 真的很不同 其實我覺得演戲和歌手 這個交替是挺特別的 因為唱歌 對我來說 我覺得除了聲音的表達之外 其實畫面都很重要 雖然聽眾看不到我的畫面 但是當我有畫面去演繹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都聽到 那個分別在哪裡 就是等於有時拍戲 導演看著我的眼睛 就知道我是否在進戲 有時分神的時候 導演都看得到 不,這東西停不停 要再來 其實唱歌也是一樣 這次的主題 其實都是在說成長 粉絲和我一起成長了這麼多年 我自己成長了這麼多年 中間這段時間 對於歌迷來說 是一個空白期 隔了這麼多年 我沒有表演 其實經歷了這麼多 好像改變了這麼多 其實回想回頭 這個我 其實都是當初 那個這麼真實的自己 就是我這次想說的 就是希望大家 就算經歷了多少 改變了多少 希望大家可以捉得著一個 最真實 最耐心 的那個自己 好像夢幻一點 一個蝴蝶的蛻變 是說整個過程 而不是一個結果 我覺得應該是來自我 其中一首歌 因為我們其實 談論概念的時候 有幾重點說到這首歌 是我自己幾喜歡的 雖然那首歌不是最大熱的 那首歌也是我自己寫的 那是說蝴蝶的 變化的過程 那是說蝴蝶其實是 其實他的壽命很短 他的退變的過程都很快 蝴蝶會記得他自己 燦爛的時候 他開出來的時候 是很漂亮很燦爛 但可能是時間很短 是一個瞬間 但也不要緊 因為這個燦爛的時刻 大家都會記住 我覺得是音樂 上面會比較多些 不想有太多 太多花巧的東西 去影響了大家 去聽我以前的歌 例如跳舞 可能大家會 會不會期待我跳舞 但我反而自己很想 很焦點在唱給大家聽 用聲音帶畫面給大家聽 多於用一些很 眼睛的東西去吸引大家 在音樂部分 我覺得要花多很多功夫 這個也是 對我來說 在這個show裡最大的挑戰 我只能夠希望 大家會有一種 溫暖的感覺 一個回顧 不要說回憶 可能大家一聽 《他不准我哭》 就會記得 我當年在卡拉OK房 失戀的時候 就唱這首歌 這些是回憶 也是一個回顧 自己看回的時候 也會覺得 可能會覺得 當時這麼傻 或者 現在看回這件事 就覺得 好笑 或者 其實是開心的 有這些回憶給自己 我希望大家 不只是帶走我的東西 看完這個show之後 可能都會 帶走得回 自己給自己的溫暖 那 歌曲當然我自己 都會有一些 取向 除了一些最經典的 就 沒得走雞了 一定要唱之外 有些什麼歌 我自己是很想唱給大家聽的 也會再跟 音樂主角再繼續聊 所以在音樂的編排 和編曲上面 都可能有些 要花點心思 去怎樣去改變 當然有些歌 都想保留完質完美 第一大家要回憶 第二就是 都是那首歌的 挺重要的靈魂 當然有些歌 我自己堅持想唱 但可能不是很Hit的 那些浪費唱 就是一些我自己寫的歌 就是我自己挺偏愛想唱的 但是暫時都還在想 究竟怎樣擺 那如果要選三首很想唱的歌 有一首可能就是 剛才說的就是 我們這次的主題來自於的那首歌 《蝴蝶飛鳥》 那如果是要唱 可能這次是第一次公開表演這首歌 那我其實一直都很喜歡這首歌 就是旋律和歌詞 我自己都很喜歡 看看有沒有機會放得到 其實很想唱Cookies的歌 但是這次快歌的比例可能少些 其實我很喜歡紅組加油 但是這首歌如果自己唱 就有點孤單 那可能又要 就是不會呀 不會請Cookies 不會呀 不會請Cookies 就是可能會多些舞蹈員 一起開心 但是因為這次的主題又不是想 那麼熱鬧 所以不知道 有歌迷呢 我經常看到一些留言 就是說 快點開演唱會 如果一開 就是他們自己會自己寫的 就是在那裡 我最想聽什麼什麼 都未說開他們 就說我想聽什麼什麼歌 那有幾首呢 也都是比較sidtrack 我沒有表演過的 但他們經常都是在頭頭兩位的 就是 第一個是 Fantasy Tale 第二就是 你好嗎 大家其實喜歡的 那 我也很疼愛歌迷 他們那麼想聽 那我當然都會想唱 想就是你決定的 那 是